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旷地区或靠山区风大的地方会降到八九度左右 听起来是还蛮冷的 不过跟千几波的寒流相比的话 应该反而显得有点温暖舒适 所以看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是一个怕冷的人的话 应该还算是冷了 因为十度上下 但是如果比起上一波的话 显然的真的是没有到那么的动人 很冷的意思 这一波的天气变化在北部是这个样子的 但在中南部地区的话 虽然不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很冷的温度 但是早晚温差会还蛮大的 所以这个部分要稍微注意 这一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到礼拜六开始减弱 所以其他也还蛮快的 就四五两天过的话 礼拜六又逐渐的温度回升了 所以慢慢的回升 接下来的话 就是回到一个日夜温差 比较大的一个天气状况 好 这一波的冷气团很明显的干冷 所以如果说你要期待下雪 大概应该几率并不大 但是这两天看起来 中南部虽然天气状况就变得非常的舒适 就不热也不是太冷 但是空气品质真的很糟糕 我们要再次提醒 目前看起来的话 在南部地区像大辽跟屏东这两个侧站 已经是红色警戒了 所以今天的话 比起昨天来的更严重 包括云嘉南的全区 还有高屏地区也都是红色提醒 另外的话 橘色提醒的部分 也已经扩张到了 包括中部的空屏区 还有马祖 通通都是橘色提醒 所以不管是橘色提醒 红色警戒从中部以南开始都是 所以这几天的话 因为整个大气算是稳定了 南部地区属于下风区 所以相关的不管是境内的也好 境外带来的也好 不断的加成 所以造成了中南部地区间连续好几天 空气品质真的都很糟糕 所以如果说你是 有相关的支气管等等 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的话 或是老人小孩 格外的特别要注意 不要在户外逗留过久的时间 尤其不要剧烈运动 好 所以这次有关于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在四五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 会比较明显影响到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相关的讯息 最后我们要来讲一下有关于过年前后的预测 因为很快转眼 在两个多礼拜我们就要过年了 所以过年的前十天 一个礼拜到十天 大概来说的话 目前都是比较弱的 如果有的话都是比较弱的冷空气接近台湾 所以降温的幅度有限 现在整体的状况就是那段时间可能是要大锁出啦 要半年货啦 如果疫情OK的话啦 那整个状况的话呢 天气就很重要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 天气状况是非常的稳定 但是日夜温差大 那迎风面值得我想就是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啊 这个偶有局部性的降雨 但大部分都是属于温暖晴朗的天气居多 好那过年期间呢 过年期间也是啊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太强的冷空气会影响台湾 所以很明显的今年过年呢 是属于一个偏暖的 有阳光的 日夜温差大的 呃年假的假期 哇OK 所以听起来呢 真的是很适合出游哦 所以真的很希望空气品质 还有疫情啊 不要来这个导弹 好 所以呢 这有关于呢 在今天还有接下来的啊 这个过年期间 先把目前呢 而气象局所掌握到的一个预测状况 让大家知道一下 OK 那回过头来看今天相关的一些天气空气 天气的相关讯息 我们看呢 在北部地区啊 这个是13到19度 降与距离10%到40 中部地区14到22度 降与距离0 南部地区13到27度 降与距离0 好 在东半部地区呢 越南16到20度 降与距离30% 花冬17到23度 降与距离30到60 外岛地区10到19度 降与距离0 OK 这是跟今天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看完天气 一样的接下来看就是疫情 疫情呢 看起来还是一样 这个居高不下 这个在过去这两天破亿了之后呢 整个的状况还是以每一天 五十几万人 这个新增来向前 不断向上 这个扩张 那所以今天的话 一样 55万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1.5万人呢 死于新冠肺炎 那这个在当中的话呢 美国依旧是 最严重的 12万人单日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我觉得这个数字 比较 还好 但是它的死亡人数 这个最近真的是比较多 过去的话呢 动辄当它是167万的时候 它的死亡人数 也不过是一两千 但现在呢 譬如说12万啊 13万啊 但是它的连续好几天 死亡人数呢 就是3000多 所以今天也是啊 这个12万人感染 但3208个人呢 死于新冠肺炎 所以这个美国呢 目前死亡率啊 这段时间突然之间 是升高一些的 那再来的话是巴西 巴西连续几天啊 突然一升的话 都一升就升到6万 所以今天也是这样 单日新增6万多感染 那死亡的人数啊 1200多也是比较多的 单日破千人死亡啊 就一个国家来说 其实都是还蛮吓人的啊 好 所以巴西是这个样子 那墨西哥也是啊 这个墨西哥呢 单日新增1743个人死亡 那17000多个人啊 这个感染 那另外的话 哥伦比亚跟这个阿根廷 也都是破万 好 所以呢 在美洲地区呢 看起来这两天啊 这个墨西哥是时好时坏了 那其他的话呢 巴西 哥伦比亚跟这个阿根廷 一直都是呢 这个南美洲里面呢 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 好 那接下来看欧洲 欧洲也是时好时坏啊 所以显然的他这一波并没有完全度过啊 如果完全度过的话呢 就是呃 开始缓和 而且一路缓和下去哦 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缓和了几天之后 突然间又会陡然升高啊 今天就是整个欧洲呢 单日感染二十万人啊 比起前几天的十几万都多了不少 那当中的话呢 有七个国家呢 破万 呃 那里面的话呢 西班牙也连续呃两三天了 超过英国了 呃 西班牙的话呢 单日新增四千呃 四万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他死亡人数也比较高 一千七百多人死亡 法国也超越了呃 这个英国两万六千多人感染 那英国的话呢 是两万五千多人感染 那他的死亡也是破千 那再来的话呢 呃 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跟葡萄牙 也都是破万的欧洲国家 呃 捷克九千多 也是差不多 呃 兵临万 所以呢 整个的欧洲呢 有二十万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今天看起来的数字又是上升的了 哦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亚洲 亚洲的话呢 还算好啊 比较都是维持在一个相对低档 那所以的话呢 也还是值得关注的是印尼了 那印度已经降到了 一万一 那但是印尼升到了一万一 所以在今天的话呢 印尼超过了印度 他是一万一千九百多 那这个印度呢 是一万一千七百多 好 所以印尼呢 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那中东地区的话呢 是以色列 以色列今天八千多 其他的话呢 土耳其啦 伊朗啦 都降到了六七千啊 比先前的呃 这种这个高峰啊 这个缓和许多 好 那接近我们的啊 这些国家跟这个东北亚呢 日本三千五 也还算是个高档 马来西亚比较接近 我们比较常有一些 平凡往来三千六 我要稍微注意 那中国七十五啊 所以呢 连续两天没有破百 但是呢 也还是一个呢 呃 就是没有到缓和的数字了 所以也是跟我们一样啊 要在观察的 至少这个 嗯 过年前后都要特别注意 那 呃 这个香港六十 那所以呢 这些部分是属于亚洲地区 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状况 好 那所以呢 这个疫情 拉情报事上呢 对于整个 全球来说的话呢 还是啊 这个压力都还蛮大的 那在欧美股市啊 这个在昨天看起来的话 就受到了 这个相当的一些 呃压力 尤其是在欧洲吧 这个欧洲的话呢 因为这个数字啊 又陡然升高 然后呢 一些封锁的啊 这些城市啦 或者封锁的时间延长啦 包括连中国的啊 香港啦等等啊 都是啊 所以引发了一些大家的恐慌 所以昨天的恐慌指数呢 突然之间的飙高啊 飙高了百分之三十四 所以美股呢 几乎是全面性的下沙 呃 跌到了呃 去年十月以来啊 这个最糟糕的一天 就是道琼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轩时间啊 所以我们呢 接下来要看的是欧美股市啊 这个欧美股市呢 在昨天呢 算是大跌啊 我们先从美国呢 开始看起啊 呃 你等我一下下啊 我的 呃 股票的指数呢 跑掉了 嗯 好 我看看啊 我们真的是 呃 跑掉了 我看一下啊 这个美股 OK 好 美股呢 道琼下跌了633点 83点 收在30307点 17点啊 这个跌幅是2.05% 哇 这个跌幅真的是大啊 所以他们就说 创下了去年10月28号以来 最糟糕的一天啊 那OK 接下来的话呢 NASA指数也下跌355点 47点 收在13270点 6点 跌幅是啊 这个百分之 我看看啊 呃 这个跳掉了 嗯 这个没有看到比例 OK 那S&P500呢 下跌了百分 呃 下跌了98.85点 呃 因为我这个页面跳了跟平常不是同个页面 所以正在寻找当中啊 边看边寻找的会有点困 很难 OK 好 那所以呢 这个费城半导跌下跌了啊 156.64点啊 所以通通都下跌 好 所以呢 这边讲到的是标准普尔的话呢 他几乎呢 在昨天的下跌呢 抹去了今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涨涨幅啊 那费半的话呢 也跌了5% 哦 所以呢 这个都是全面性的下沙啊 所以这个呃 跌幅是还蛮重的 那欧洲股市的话呢 当然也是一样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英国跌了呃 86.64点 呃 跌了1.3% 那这个德国 德国跌了呃 二 250点 那另外的话呢 跌了1.81 那法国的话呢 跌了63.9点啊 这个跌幅是呃 1.6 哦 1.6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欧美股市呢 都是下滑的 好 那最主要的话呢 那当然除了我们刚讲到的这个疫情啊 看起来呢 呃 有点担心封锁啦 啊 这个各个城市啊 包括呢 连原本啊 比较呃 去年都还算是好的中国大陆啊 在现在看起来又面临了另外一波 至少是他们感到非常紧张啊 不希望呢 扩张出去的 因此采取了呃 相当程度严厉的封城的一些措施 那这对一些经济的影响当然是来得大的 这是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 是其实最主要是昨天美国联准会啊 开会 那开会完了以后呢 这个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啊 虽然讲了一些呢 呃 让大家觉得比较放心 意思就是说呢 会继续的宽松 比方说相关的基准利率啦 资产的购买啦 等等 他说都是为时不变 甚至呢 特别强调说呢 就算是未来啊 这个美国的经济 呃 恢复了这个相关的复苏啊 这个呃 有这个势头的时候呢 他还是会有一段时间呢 都不会去呢 缩减相关的购债的规模 好 所以这个听起来的话呢 代表是持续的宽松 持续的撒钱 但是反过来讲 也就是他对于整个经济的预期 对于目前呢 这个美国因为疫情所造成的经济的冲击 显然的是非常的不乐观 所以他接下来讲的就是 他警告美国的经济 正在放缓当中 而未来呢 经济发展的道路 不仅是取决于新冠病毒 这个疫情到底怎么样 而且还取决于疫苗接种的进度 OK好 所以呢 他们呢把这个相当程度的希望 把这个经济反弹的一些期待呢 放在呢 疫苗的接种上 所以可以理解呢 这段时间 拜登也是不断的push 也不断的强调 希望大家都去施打疫苗 那所以呢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台湾 这两天我们也谈到不少跟疫苗有关的关系 所以我刚才看到这个陈志宗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特别说 我们不要太常讲疫苗 太常讲到呢 就不好买 你要大家 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现在目前接收讯息 都是非常的全球化的 我们又不是关在台湾里面 自己坐井关天 所以当你知道全球 目前的话呢 大家真的都认为呢 疫苗是眼前在2021年 能够让疫情有所控制 最主要的一个希望的手段的时候 你要大家不问防疫中心说 我们的疫苗怎么样 我觉得这有点夸张吧 好 那如果说你真的有难言之隐 那就直接说 就到底为什么我们不方便去讨论疫苗 是讲了以后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又没有打算要跟中国购买 这个昨天陈志宗也讲得蛮清楚的 就是说我们的法令限制 所以我们很难的从大陆方面来 进口任何的他们生产的 他们投资的疫苗 但如果既然这个样子的话 跟其他国家购买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话 不能够讨论 我们连问防疫中心说 我们的疫苗现在准备了怎么样了 都不能说 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是真的觉得很奇怪了 那所有的事情你越不说 大家就只好往政治的方向去想 所以是这样子吗 是这个防疫中心希望我们往政治的方向去想吗 问题政治方向是怎么样呢 因为目前全球的疫苗呢 大家在讨论都是以人道为主 连这个WHO也特别跳出来说 哇 现在强国呢 拼命的这个去收购疫苗都导致了 穷国可能 未来会不足 但是这个讲的也是一个比较商业的 所谓的国力雄厚与否 跟政治比较无关 所以到底台湾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 不方便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防疫中心是不是今天应该讲得更清楚一点 昨天不讲还好 讲了以后呢 要让大家更生一斗啊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我们刚刚回过头来讲 美国的呢 这个相关的股价大跌啊 都是很多是 因为昨天鲍尔一讲完这些话啊 讲到说啊 这个疫情前景啊 就是经济前景不明朗啊 取决于疫情 取决于疫苗之后啊 他们的恐慌指数呢 突然之间就飙高了 而导致了呢 各个股呢 几乎是全面性的下沙 好 那呃 再来的话呢 讲到虽然全面性下沙 当然还有一些呢 例外了啊 那因为美国的财报啊 目前呢 正在登场啊 所以呢 这个财报当中几个比较受到关注的个股啊 有涨有跌的 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 呃 上涨了 譬如说啊 这个微软啊 微软他们公布了啊 这个第二季度的获利啊 还有他们Azure的这个相关的云端营收 都超过呢 这个分析师的预期啊 所以呢 股价是小涨的啊 涨的 那另外的话像苹果 苹果的话呢 显然的他的iPhone12呢 确实是销售强劲啊 所以呢 他们的呃 这个盘后公布的财报也轻轻松松的呢 超越了分析师的预期 所以呢 股价也是涨的啊 那但是呢 这个涨幅可能比起啊 另外有两只啊 真的真是小屋见大屋了啊 游戏有一只 我们先稍微讲到过啊 就是有一个影音游戏的厂商叫GameStop 他已经连续暴涨了五天啊 每一天都是以百分之一百多的方式来涨 这很吓人 呃到昨天他依旧的涨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啊 那为什么一涨呢 我觉得这实在是很有意思啊 他们呢 美国的媒体报导说呢 这是啊 呃看起来是嗯 社交媒体上媒体上的散户的大胜利啊 因为他是完完全全从一个社交媒体叫做Red Red的啊 这个里面就发动说哦 这家股票非常好 可以大大买 好可以当啊 来个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呢 事实上呢 如果撇开一些比较大的啊 这样的一个呃 视野歌曲的话题来讨论的话呢 呃有关于美股的涨里面的这这家GameStop 真的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啊 就这个社群媒体的时代来观察的话呢 他真的是一个社群媒体所捧红的一支啊 呃散户大逆袭啊 所以呢 连今天华尔街日报呢 也探讨了这个 呃话题啊 讲到这个GameStop呢 是一家位于呢 德州的电子游戏的零售商啊 这段时间的话呢 呃备受网军散户的青睐啊 他是从呢 有一个叫做Red的 Red的啊 他这个旗下的Wall Street Bet啊 这样的一个线上论坛 里面呢 突然间最近这段时间呢 突然间被大家呃 就特别的喜欢他了啊 然后呢 他们呢 经常会买一些华尔街已经做空的东西啊 那呃 所以他们在讲到说这一支呢 GameStop并不是第一支 只是他的表现啊 特别的亮眼啊 也受到了 开始受到了一些呃 大的市场 主流的媒体啊 开始的关注 但是他是从一开始啊 在网路上面呢 呃 这个慢慢慢慢起来的 那他们通常在讨论这一些呃 鼓励大家去买一些呢 呃 这个大型的华尔街已经做空的股票的时候 他们都用啊 这个叫做一个缩写 叫做YOLO 来表达说哇 这个虽然风险高 但这也很可能是高获利啊 这个YOLO什么意思呢 You You only Leave once 你只回一次啊 所以说你只回一次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啊 哇 所以用这样的宣传的方式啊 来让大家呢 呃 高风险 高获利啊 这样子下赌注啊 所以呢 所有的啊 这个 如果关注这个现象的人 几乎呢 我看今天很多的头顾 也有头顾了啊 就在分析这个GameStop的现象啊 就说呢 呃 市场 主流市场 也在用一种好奇的 跟看好戏的啊 这样的角度来看 这个GameStop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OK 好 所以呢 就是呢 有关于 呃 华尔街里面这个各呃 个股里面呢 很具有话题性的一支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全球院线的龙头AMC啊 这个在昨天看起来 他们也是开盘 呃 股价呢 暴涨了百分之两百 哦 速度停牌 这个呢 他们呢 因应啊 这个疫情呢 他们可能 呃 采取了可能 接下来空空的电影院呢 不放电影了 呃 该去做一些其他的 呃娱乐啦 活动啦 等等的展演转型是有关系的啊 那再来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说呢 很多的数位的媒体啊 里面的散户大逆袭 呃 似乎现在也在考验说 到底啊 这个谁有能力啊 这个在大的市场当中 从远方的部落里面呢 想办法传出的鼓声呢 可以去撼动啊 这个大的市场 呃 网红也是一个啊 最近呢 另外一个人呢 展现了还有这个功力 那个人的话呢 就是马斯克啊 这个马斯克的话呢 真的是很神奇啊 他前两天不过讲了说 嗯 他给他们家的宠物啊 在家 在一家的电商的宠物网啊 这个呃 买了一个什么火星人马尔文啊 然后呢 哇 那个叫做ETZ的啊 呃 这个股价突然间也就暴涨啊 8% 好 所以我想马斯克已经证明了啊 他现在呢 也是一个呢 科技圈啊 这个的rocking star OK好 所以呢 这些是一些上涨的啊 这个个股比较有话题性 那下跌的也有了啊 比如说像波音啊 波音很显然的啊 他不只是疫情不管是呃封锁封锁国啊 还包括先前的呃空难等等 后续的一些一些事件啊 导致他在昨天公布了他的营收啊 这个年减15%啊 不过说还不是比华尔街的预期来的高一点 好 所以呢 这是波音 那另外 特斯拉 我们刚讲的特斯拉的马斯克啊 这个话题性非常十足啊 很多人呢 他只要讲什么 马上那个东西就红啊 但是他的股票呢 呃 在昨天表现的 其实呃 他的财报 并没有华尔街想象的这么的好啊 所以呢 昨天的股价稍微的跌了一些 不过他的股价先前已经涨得非常多了啦 哦 OK 好 所以呢 这些是有关于呢 呃 目前在登场的美国的财报周 好 那除了呢 这个财报周 还有呢 跟这些 呃 相关的啊 这个 呃 疫情有关的话题之外啊 再来的话呢 呃 讲到疫情 有一个我看到蛮值得重视的新闻啊 这就是呢 WHO WHO呢 在昨天啊 这个公布了一些跟这个莫德纳啊 有关的这个新冠疫苗的呃 新的指南 哦 因为刚讲到现在疫苗 大家认为呢 是去舒缓啊 缓和呃 这个疫情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啊 但是他在公布这个相关的新指南的时候呢 特别建议啊 这个孕妇在怀孕期间不要使用莫德纳 还有辉瑞啊 这两款的新冠疫苗啊 他说呢 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 他说除非啊 除非你是一个呃 很目前重症了啦 所以说呢 已经非常急需要疫苗啊 否则的话呢 他们不建议啊 不建议呃 有去施打这个相关的一些疫苗 因为他会啊 有其他可能的一些并发症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说 除非啊 取得了有关莫德纳 还有呢 辉瑞更新的数据 那个时候才会来更新 否则眼前 呃 虽然希望大家都去施打 但是希望孕妇不要打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呃 跟这个疫情还有关的消息 OK好 那看完啊 这个相关的 呃 美国股市 那欧洲股市的话呢 大概讲到的就是说 对疫情的恐惧了 啊 远远胜过于对于啊 这个振兴方案的期待啊 那所以嗯 这个显然暴而的话 让他们呢 嗯 造成啊 这个心情上 呃 整个的嗯 乐观的气氛啊 这个油热转冷啊 就接下来的话 疫情还是很很担忧 那最后来看油价 油价的话呢 是因为美国的库存啊 这个大减 接近了1000万桶 OK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呃 这个在纽约部分啊 这个原油价格上涨了0.5% 收贷每一桶52.85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是小跌的 跌了0.2% 收贷每一桶55.81块钱美金 好 所以呢 那这些是跟呃 疫情影响多半都是疫情了 疫情影响到了一些经济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状况 OK好那看完这个部分的话呢 接下来当然看的还是哦 这国际新闻里面蛮多的一块 因为现在呢 拜登上台之后呢 很多的一些人士 很多的一些政策 慢慢慢慢的呢 都是就绪 然后扶出台面 那他们也表达了他们的一些看法 甚至呢 很积极的展开了一些行动 比方说除了拜登 他打电话呢 呃 给一些 像什么普丁之外啊 还是昨天打电话给菅义伟 那另外的话呢 呃 在刚刚在参议院呢 通过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也呢 打电话给这个啊 美国的盟友啊 什么加拿大啦 墨西哥啦 日本啦 韩国啦 呃 但并没有打电话给台湾了啊 那另外的话呢 什么呃 德国啦 呃 英国啦 大概他们最近的动作都很大啊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他们也举行一些记者会 谈论了有一些呢 比较等于是以正式的身份 表达了在过去这段时间 川普呢 组政期间 受到争议的政策 那接下来的话呢 到底他们是如何的一个态度 OK 好 所以今天持续的话 有一些这些相关的讯息 好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是 啊 这个 嗯 美国的国务卿 啊 布林肯 他是上台之后 第一次啊 他们呢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谈到了关于美中关系 我们休学了 马上回来 好 回到来讯时间啊 那我们刚讲到的是呢 拜登政府呢 上台 那当然呢 上台的话呢 呃 风风火火啊 就都动了起来 那事实上呢 在四年前啊 这个当川普上台之后 我们非常意外的啊 在道贺之后啊 这个接到了川普的电话 啊 那所以川普呢 跟蔡英文通了电话之后呢 拉开了整个呢 中美台之间啊 这个关系批变 那尤其是美中啊 之间的关系紧张 那台湾成为一个呢 非常呃 不一样的 不寻常的筹码啊 这样的一个四年 好 但是呢 现在啊 那接下来啊 一个新的时代 拜登时代来临了啊 那所以拜登呢 将会在欧巴马 跟着川普的中间 如何走出一条呢 第三条路 或者一个折中路线啊 就非常受到关注的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显然呃 拜登蛮稳健的啊 所以呢 台湾并没有呢 收到意外的 天上掉下来的什么 那礼物跟消息 好 对所以对应这样 一个相对稳健的啊 这个拜登政府 我们要看看他们到底呢 说什么啊 那做些什么动作 好 首先我们刚讲到的是啊 这个嗯 刚刚上任之后的 布林肯啊 他召开了一个 上任后的首场记者会 他特别谈到了美中关系 我想这个也是 全世界都关心 所以就是媒体提问啊 他说呢 美中关系无疑是呢 未来世界上的 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他说呢 会形塑将来呢 世界的各个方面的样貌 我想这个话讲 非常的精确啊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他就知道这个重要的事情 就不能够有太多的一些 过度的啊 这个莽撞了 所以他就说这段关系 未来呢 将会有对抗 也有竞争的成分啊 然后呢 也不乏合作的面向 我想呢 这是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拜登本人 不管是布林肯啊 或者说呢 他这个周边的一些 比较是涉及 国安跟外交的人物啊 不断的重申 让大家接收到的讯息 就是说 有竞争 有对抗 但是也有合作啊 那这个详细的状况来看的话呢 譬如说 呃 很尖锐的哦 这个就在交接前夕啊 包括呢 蓬佩欧特别讲到时候呢 新疆是种族灭绝 然后呢 布林肯他也说 哎 他也这样的认同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在他正式上台之后 这样这个认呃 这样的一个认定啊 会不会让呢 这个美国对于中国采取啊 更加呢 这个强硬的啊 或者说呢 因为他们违反人道啊 因此采取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啊 但是布林肯的说法是说 针对啊 这个新疆维吾尔族这件事情 他依旧的这样认定 而且呢 也认为人道的部分呢 是美国依旧呢 不能够退让的价值 但是呢 也提到说呢 美中的关系啊 虽然对抗成分 日益增加 但是呢 比方他举个例子 气候变迁这个话题 就是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 只要有共同利益 有共识的部分 他说呢 他回答自己的说法 就这就是我们可能合作的部分 因为他们就在问说啊 到底哪些部分 你们可能合作 美中可能合作 他就说有共识 有共同利益的部分呢 就会可能是合作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是气候变迁 但他可能还不止 他就说呢 还有其他的部分 未来的话呢 也都会寻求一些呢 可能的讨论跟议题的进行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有关于啊 这个布林肯讲到 比较重要的 这个美中关系定义为 全世界最重要的啊 这个双边关系 会形塑啊 这个全世界的各个面貌 那再来的话呢 是美国白宫的发言人 因为呢 就讲到说 那更具体的来讲 譬如说那华为呢 华为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的 这个川普所发动的 美中大战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 一个企业嘛 那针对华为的部分的话 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那这部分是由 美国的白宫发言人沙奇 他昨天表示啊 他说呢 华为 他这个是属于 不被信任的供应商 然后他们所制造的 任何的电信设备呢 确实对于呢 美国跟他的盟邦 造成安全的威胁 但是会不会禁止 使用这件事情 他说呢 他不是有权利的人 不应该去回答这个问题 OK 那有权利的人是谁呢 目前呢 正在被拜登提名 正在参议院接受提名 听证会的呢 商务部长 好 现在这位商务部长呢 叫做Gina Raimondo 显然他是一个拉丁裔 那他在这个人事的听证会上面说 他也认为 华为呢 对于美国构成了安全的威胁 会把这些公司继续留在黑名单上 我想这个话呢 算是目前这个比较 有代表性的一个话 那但是话的讲的比较明确的话 但因为他现在正在进行相关的 这个提名审查 还没有正式通过 就正式通过之后 会采取哪些行动啊 这个留在黑名单 他的黑名单 也有那种很严重的 跟比较放松的啊 所以这部分 是目前呢 美国拜登政府 对于华为 这个最新的表态 包括发言人 包括呢 商务部的提名 商务部长的提名人 OK 那除了呢 这个华为之外 那在联合国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目前美国也是一样啊 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 就是先前 那克拉夫特别要来台湾吗 他就没了嘛 那现在新的这位呢 叫做汤马斯啊 Greenfield啊 她的话呢 嗯 目前也是在进行听证会 那对于她是一位非洲一的女性啊 所以呢 过去是欧巴马任内的啊 这个非洲事务的助亲 OK 好 那啊 针对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 美国 中国在联合国相关的一些议题 他的回答是美方啊 他特别强调美方必须支持台湾 来协助抵抗中国大陆啊 那当然讲到就是中国大陆崛起啊 美中的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对抗竞争合作啊 这样子的关系啊 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他说必须要保卫台湾 好 那保卫台湾的方式是什么啊 他有谈到的是军手 OK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讲到啊 这一位驻合联合国大使 但是他特别也提到说 他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会想办法啊 不让联合国或是这些国际组织 被中国大陆呢 塞满他们的人事案 因为那显然的 中国大陆在过去这四年来 呃拼命的非常积极的啊 在在国际组织里面呢 呃扩大他们的一些影响力啊 那呃占据他们的地盘 那甚至很多的人事啊 都是他们所支持的 或者是由这个呃华一的啊 这个中国一的人去出出任 那所以呢呃这个这位驻联合国大使 美国新任的驻联合国大使 他说来治 他说如果他被提名的话 通过的话 他会致力于呢 在联合国反治北京 然后呢抵抗啊 这个中国政府用任何的企图 在决议的文章里面填写啊 增加一些有害的文字 或者是把一些重要职务呢 都塞满了这个中国人等等 所以听起来的话啊 讲的比较强硬 OK好 所以呢这个是呃这个美国啊 这个驻联合国大使啊 这个提名的听证会上面的表现啊 那再来的话呢呃就要看的是拜登啊 拜登的话呢 昨天啊这个跟菅义伟通电话了 那所以呢通电话的过程当中 当然再次的强调了啊 这个美日同盟关系 因为布林肯他也是跟日本啊的嗯 外交部长跟这个韩国的外交部长也通电话了啊 那过去这段时间当然呃事实上在川普上台之后啊 是有些摩擦的啦哦不管是呃这个什么 预军事预算啦哦等等的商务啦哦 这个一些呃提法啊或者说贸易谈判等等 都有了一些不同的计算方式啊 这种政治计算方式跟打算盘的方式 那所以呢等于是最近这些天拜登跟布林肯呢 就是不断的啊去重新表达他们的态度 希望巩固盟友的关系 因为他们希望透过巩固盟友的关系 共同围堵中国大陆 这是还蛮明显的一个他们的外交策略啊 那所以他昨天呢拜登跟菅义伟通电话 他们就谈到了这个双边的呃关系 同盟关系的加强 所以包括了白宫也同意啊 要对于日本提出呢延伸性的吓阻 就是说呢美国的核保护伞是涵盖日本的 而且呢一些相关的保护也涵盖间隔群岛 也就是钓鱼台 我给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回答啊来一轩时间啊 什么刚讲到的呢是拜登啊 他跟这个普丁英通电话 然后呢跟金英伟通电话 OK大概来说呢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 那事实上呢不只是在对外了啊 这个对内也是啊 这个对内的话呢拜登要面对的是 目前第一个疫情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呢呃 这个川普的一些比较激烈性的言论啊 这个白人至上的这样的一个呃立场啊 所以呢造成内部啊 看起来的话呢 很多的一些撕裂 短期之间呢还不会啊 那么快的抚平 包括了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在昨天的发出警告 他说呢境内的暴力威胁状况呢 是加剧的啊 并没有因为呢呃这个就职大典交接呃顺利啊 因此而目前看起来呢 稍微的呃平单 并没有啊 还是会持续数周 而且他们讲说这个警讯的发布令啊 从即日起一直到4月30号为止啊 他们都接收到一些相关的讯息 这个讯息呢都出自于一些意识形态的极端暴力分子 呃因为呢反对啊 这个新的政府行使职权 意思就是拜登呢 就认为你不应该当总统了啊 那所以呢部分看起来的话呢 还有啊就掌握情资可能会继续的煽动 或者进行了暴力的行为 OK好所以呢就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啊 算是过去这一整年来啊 第一次发布这种类似的声音啊 他们说上一次呢发布的类似的警告 说呢呃美国的境内面对相关的呢呃这个境内暴力威胁 也是在2020年的1月那时候讲到说呢伊朗可能会进行网络攻击 那但是这一次啊再次发出警告 但攻击呢就是来自于国家内部 我想这是美国呢这个最呃这个所的美国的民主啊 最最荒谬的一刻 我想这也是呢接下来啊 这个拜登必须要去面对的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当然今天讯息也传出来 呃如果说这些极端的暴力分子啊 有任何的一些呃风向的观察的指标的话呢 那就是川普了啊 那这个川普的话呢 最近这段时间看起来似乎还算是有点乖呃 原因在于说呢 目前的整个弹劾案啊是打算要送到参议院去 我们中间也讲到说呢 美国总统新任总统拜登强调这个弹劾势在必行啊 那所以呢想要这个打铁趁热 趁着这段时间的话呢 可能可以抓到哦 这共和党的支持者呃一口气的就在呃 这个参议院里面通过弹劾川普 让他没有办法在四年之后呢 全土重埋啊 但是呢 现在似乎呢川普采取了行动啊 他打电话给非常多的呃 重呃就是嗯 共和党籍的啊 这个参议员说 我绝对不会成立第三政党 我会继续留在呢呃 共和党里面 然后呢 虽然还有个办公室了 他现在已经成立一个叫前总统办公室啊 所以他这个相关的一些声明啦 而他自己呢 目前在办公的很多地方啊 都是从这边出去的啊 那他就说他呃对呃共和党依旧的是有感情 他会跟他们站在一起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显然的就第一个 他某个程度还是在共和党里有相当的影响力 因为他背后有这么多的共和党的选民嘛 那再来一个呢 他现在显然稍微的示弱啊 他说呢 这些都是传言 说要组持呃组成第三政党啊 这个是假的啊 他们要这样的做 他唯一希望的交换条件就是 他不成立第三政党 但是他们要在参议院投下反对 弹劾他的票 OK好 所以目前的这个美国的媒体最新的估算啊 在这个参议院里面 如果要得到17张倒戈的票 才足以去弹劾川普的话 目前的只剩下五位 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呢 愿意啊这个支持民主党的弹劾川普的提案 OK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显然的啊 这个川普呢 是呃有效的啊 松动了目前呢 共和党原本要倒戈 原本对于川普非常的气愤啊 尤其造成那一次国会山庄的暴力事件 他们觉得非常的丢脸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很快的啊 呃似乎就已经淡了 那OK 所以啊 目前看起来整个的弹劾案 要在参议院过关 除非有新的什么样变数吧 否则看起来目前坦白讲不是那么简单 好 但是呢 呃 因为川普乖了一点啊 这个美国的啊 所谓的国土安全威胁 会不会呢 这些暴力分子啊 这个稍微的也会收敛一点 那就要看他们的头头啊 他们的精神领袖 川普啊 会不会有一些更明显的表态 但是呢 如果啊 这个安然的度过呢 不谈和这一关之后啊 这个川普会不会啊 这个固态复盟 重新的再有动作 这真的就不知道了 OK 好 所以呢 目前呢 嗯 拜登等于是多面作战啊 看起来他的战线 其实真的还蛮不少的 OK 好 那最后一个 看起来国际的消息里面 我觉得还蛮有话题性的啊 就我们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华为了 呃 华为目前当然啊 一方面的话呢 要看看美国啊 他们这些新任的啊 这个拜登团队人上台之后 采取什么作为 同样的 他们还尽量的啊 在想办法呢 趁这个交接期间的尽量拓展啊 他们的一些既定的 造成既定的事实 华为的首座境外的工厂 落脚于法国 这件事情呢 已经呃 这个正式啊 这个拍板了 所以这华为在海外的第一座的工厂啊 所以呢 法国政府保证 绝对不会影响到呢 数位主权 他是对他们的呃 法国人保证 但是呢 特别强调说呢 这部分是有有利于他们的5G的发展 还有一个我要讲的是这个蚂蚁金服了 呃 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显然的啊 这个中国大陆对他们啊 开始要有点应该是有默契了 所以呢 昨天不是讲到说 蚂蚁金服可能可以重新IPO吗 OK好 所以呢 目前华尔街日报最新消息 在可能重新进行IPO之前 他们就在呃 中国大陆的政府的监管压力下进行重大的人事改组 还增个架构的改组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跟呃 国际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呢 政治经济跟疫情的消息 好 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呃 台湾呢 这边呃 一些相关的话题 除了疫情之外 哦 有一个也跟疫情有关 在这边讲的病毒啦 就昨天我们有讲到呃 拜登为了嗯 希望啊 这个不要那么多的仇外啊 他有特别提到说呃 COVID-19 就讲COVID-19 不要讲中国病毒 因为以前川普特别爱讲的这个 这个中国病毒 他认为这个话哦 可能不只是对中国 而是反映出来的是美国越来越强的排外情绪 仇恨情绪啊 确实是 我觉得这点啊 这个拜登的分析跟理解是蛮精准的啦 因为一个字眼看起来有政治上的影响 事实上也有其他的啊 一些呢 在文化上的跟社会上的影响 OK好 所以呢 这个我想他也是对中国释出第一步的某种程度的善意啊 就是希望不要再用啊这个tina virus来形容新冠病毒 好 但是重点在于说那我们目前到底要怎么度过 我们这一波呢 布陶啊 扩散开来的呃 危机 而目前最新消息是啊 第一个我觉得还要先是讲好消息啦 连续三天呢 并没有传出布陶更新的啊 这个本土确诊案例了 好 那如果说呢 一切都顺利没有再增加的话呢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观察期啊 这个是包括我们的防疫中心 也包括呢 工卫的专家都说呢 若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结束了啊 但是这个两个礼拜呢 就跨到过年前的一小段几天啊 所以我想大家还是 包括你要半年货啦 你要这个呃交通往返啦 呃等等 可能都要稍微的注意啊 好 那这个在因应啊 这样子这一波呃的过程 还是要严正以待的呃一些措施 目前的防疫中心呃 宣布2月9号以前 北北桃三个县市医院禁止探病 然后的话呢 而他们也把这一次的群聚呃定义为超级传播 所以也认为这个事情有点大条了 目前的扩大裁剪 所以呢整个的布陶的综合大楼的309个人呢 通通进行裁剪 所以所有的2000多个啊 这个里头大概已经进行了1500多个相关的筛检了啊 所以当初呢 本来一开始就是说要筛检的 只是突然之间又减少了 那现在补筛检啊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筛检 能够掌握啊 这个更多的啊 这个相关可能的状况 不要让它再扩散下去 那OK 除了呢 这个医院禁止探病之外 要特别注意啊 所以过年期间最好不要生病啊 那如果说已经生病住院的话呢 可能就有点辛苦了 再来 双铁的往返啊 确定要暂停自由做 而且呢 禁止饮食 那OK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采取的一些相关的措施 那再来就是一个 一开始我讲到的疫苗啦 这个陈志东说呢 疫苗讲太多会遇到困难 那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 我想呢 这个防疫中心应该要说的更清楚一点 让大家更加放心 时间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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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